阿扎斯,欢迎来到阿扎斯的频道 神剑的玉亭方众篇的打戏 流畅度超顺畅 有些小地方做了一些调整 像是火南的对决 火南的喷火 原作的剑星是旋转逆人道 把自己当成螺旋桨挡下了火焰吐息 新版的动画改让斩棘劈开火焰 好不拖泥带水展现良的实力差距 对上参职的时候 使出了飞天玉剑流唯一的徒手技 龙脚伞 他讲错了,是龙腰伞 这里也是新的改动 本来漫画中是单纯的空手皆白刃 新作动画在这里加上流派与超市民 让他冠名飞天玉剑流的龙腰伞 官方在X3的推文有说过 这场战斗作者本能有下来追加战斗演出 应该指的就是这一part 那么接下来要继续补充几点神剑中的大小事 首集剑星出登场后 小薰有说到 现在已经实行废刀令 是不能够带刀传结的 这因为剑星拿着刀 所以才被误会成比刘间兄弟冒成的拔刀斋 废刀令是明治维新后 新政府为了巩固自身权力的逼迫政策 但是这个政策并不是一口气就强硬施行 他的前因后果是这样子的 最早要说到1869年 当时的新政府外交官森尤里 积极进行推动日本的西化 也是由他率先推出的废刀案 森尤里提倡说 以剑来战斗的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不尽快消除这种配剑风俗 就不能够称之为现代国家 但提案最早被一致否决 因为携带刀剑是一种兼具理解身份阶级的文化 幕府被推翻后 武士阶级依然存在在当时的日本社会 这些旧时代的武士们 被新政府废除了原先的武士制度 改立士族 即便脱离了德川家的统治 士族们骨子里还是不满意新政府的 反抗行动日趋激化 新政府当然知道这群人的想法 为了削弱武士的影响力 因此接连寄出了各种针对性的政策 1871年 新政府宣布了上法脱刀令 这项法令就是针对士族的废刀翻针 内容是 法型可以自有不述法计 贵族和士族可以不配刀 注意后半句的重点 可以不配刀 意味着不强制要求的软性政策 上法脱刀令颁布后 1873年的明治天皇 精致带头剪法 以天皇为首之后 剃刀的风气逐渐蔓延 士族们也开始跟上时代的潮流 旧文化开始有了更异 为什么天皇带头就能够影响士族的决定 这牵涉到日本的传统信仰 因为日本人深信 天皇是神的后裔 以及万事一系的观念根深蒂固 万事一系的意思就是指 从第一代天皇 神武天皇起 血脉相传从未中断 依据这个传统的血缘世袭制度 因此 日本天皇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没有中断换代的君王 至今依旧如此 1875年 当时的陆军独军 三线友朋 提出了一项非常非常关键的建议 随着真兵制度和警察制度的健全 个人不再需要携带刀剑来自卫 持有刀剑容易使人变成残暴 为废除武士的身份地位 在此情况下 应该发布废刀令 隔年1876年3月28日 新政府正式颁布了废刀令 根据这项法令 皇族、政府人员、军人、警察得以除外 其余的人禁止携带刀剑 从此以后 路上街头再也看不到任何配刀的民众 武士终究当初的新时代 武士刀遭到拔除 象征着武士的灵魂也从根本被铲除 废刀令的颁布 正式宣告了武士的淘汰 然而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和荣誉 士族们联合起来进行最后的反击 也就爆发了后来的西南战争 这场战争成为了武士和刀剑时代的结束中战 新政府赢得胜利 国家政策坚定走向现代西化 随后便结成了1878年 神剑闯江湖的故事开端 动画来到京都篇的高潮 从玉庭番仲的登场 敌人的强度开始慢慢往上拉 而随着艰辛的伙伴增加 敌人的数量也开始增加了 玉庭番仲是一群无意高强的人 在江户无血开车后 这个组织也跟着解散 在幕府的历史上 由第八代将军德川级中串立的玉庭番仲 其实是大澳的内部职位 就如同组织中的庭治 玉庭番仲串立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守护江户庭园 这个单位就等同于现在的调查局 用来收集情报用 番仲的成员都是来自忍者的两大流派 伊赫与贾赫的忍者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必须严守保密 因此玉庭番仲只限与同族人结婚 玉庭番仲的前身叫药玉翼 是德川级中在成为将军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职位 药玉翼的工作是火枪弹药的专填兵 他们当中共有17名成员 跟随集中一同来到江户城 后来成为玉庭番仲的串团元老 也是从这里开始分成17个家族 代代传承为德川家奉献行李 其实玉庭番仲也意味着将军的眼线 因为能够与将军直接见面对话 工作有时候是被派发到市区各地 收集各种市井小道消息 或是勘察各领地的经营状况 最后将这些结果一一禀报给将军 八代将军德川级中 曾经制定了诉讼箱的制度 让老百姓可以署名投诉信件陈情 也兼具了官吏二次通报检举的功能 诉讼箱的钥匙由将军本能亲自保管 到了诉讼日 就会在众多官僚的监视下 将箱子端到将军面前 由将军足以阅读这些壮子 阅读壮子后 将军就会召开玉庭番仲去调查内容详情 所以玉庭番仲也兼具查核投诉内容的真实性功能 而神剑世界观的玉庭番仲 由昌子带队追求最强的名号 却在江户无邪开成下 未能一战就结束成为永远的遗憾 更是让昌子执迷不悟于强者的迷失 而当时的第十五代将军 德川庆喜更是成为昌子最厌恶的人 关于这位末代将军的事迹 有机会的话可以另外做影片补充 神剑中的高和慧来自医生世家 却因为慧金战争导致家人流离失所 小慧也因此误入 几度走上制造鸦片的不轨路 慧金战争是物神战争中的其中一场战役 也是最为悲剧的一场 一切得收到第九代慧金房主 松平隆堡 他是个忠诚且有能力的人 配受将军及天皇的重视 当时新政府与幕府大小冲突不断 整体局势一面倒向新政府 幕府的威望已经不复以往 后来幕府进行内部改革 为了辅佐第十四代将军 德川家帽而增设了三个职位 其中一个就是京都守护职 由松平隆堡来担任 这个职位就是要来当城镇守护者啦 因为当时的京都盛行着天猪的刺杀活动 剑星当年就是在这个时期 以拔刀栽的威名活耀中 而且另外就是有不少烂事跟着造势 为了解决这个非法烂事的问题 松平隆堡集结了一支特殊部队 名叫人参烂事主 专门针对这些知识分子 后来确实立下行功 重新授予这名叫新选主 但是到了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 爆发了鸟与福建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之前有稍微介绍过 有兴趣的可以点击连结去看看 鸟与福建战后 幕府是完全战败 原本坐镇在京都的德川庆喜 中途发现状况不妙 便率领了几位重臣提前逃离大阪城 回到了江户城 这也是为什么 汤子对于德川庆喜的做法表现得相当厌恶 松平隆堡也跟着回到江户城 对于战前脱逃一事 他深感愧疚 自动请辞了凡族的职位 让位给自己的养子松平喜德 并向前线作战的臣子们道歉 之后便回到了汇京 战败后的庆喜态度跟着软化 松平隆堡也不断与新政府来回沟通 但双方终究无法达成共识 最终在1868年10月 汇京战争还是引爆了 松平隆堡集结了自家的凡事 新玄族还有百姓 一同对抗新政府 汇京法然将军队按照年龄区分为 玄武队 青龙队 猪雀队 和白虎队 妇女们也组成了女子队 跟随军队一同上战场 可以说全城上下的活人都当军人来使用 10月6号 最初的边境防守战 磨城卡之战 仅仅只用了一天就被遭到供货 10月8日 新政府大军来到汇京的洛松城下 施行了包围战 过地无缘的汇京拼死抗争到底 前面的人才刚站死了 接连顶替的就派上去 老的死了就还宁静了 不惜遇睡要捍卫队幕府的忠贞 女子队也由中野竹子担任先锋 手持剃刀登山上场 一度遭到敌人的嘲笑 慧京竟然也女人都敢派出来 还互相要喝要活抓这群女子队 表明就是要羞辱的意思 中野竹子等人当然知道自己的处境 所以找以料想好 与其被羞辱不如自我了断 当有任何人中伤后 三盘的人就立刻慢慢借错砍下头颅 而他们挥舞的剃刀杀敌的气势 震慑了所有人 贯彻是可杀不可入的精神 勇敢奋战到最后一刻 但新政府无论是人数还是兵器的数量 都远大于汇京凡 大量的炮火部分周夜攻打城下 另一边位于范盛山的白虎队 是所有军队里平均年龄最年轻的队伍 他们从高处俯瞰洛松城 眼看熊熊烈火在城池周围燃烧 实际上洛松城并未被贡献 但饱受受伤 饥饿寒人的白虎队员们 则是认定了城池已被贡献 于是决定 谈谈真正的智润 以明示武士精神 总计20名队员自我了结生命 其中一位泛早征集 被发现死人有一口气在 经过救治后得以活下去 白虎队智润的事件 也因为他才得以证实这起悲剧的故事 同时间在洛松城下 又有着另一起悲剧正在发生 那就是西香赖姆的家族 西香赖姆是松平隆堡的家劳之一 可说是番主的新妇 他新政府即将攻落洛松城 他曾建议投降 找到周围凡事的反对 而松平隆堡也秉持着家训挺目到底 无可奈何的西香奈姆 只好带着自己的长子 借由传令的室友借机逃亡 留在家中的西香一家老小与亲戚们 为了明哲保身 也为了不造成惠金的累赘 总共21人集体自杀 现在的惠金五家夫内 展示了西香一族最后滋润的场景 一盘的士兵是新政府的中导信心 据说当他闯落这间西香载地时 里面有一名女子仍有一口气在 她是长女西香细不值 在重伤冰死之际 向中导询问 你是同伴还是敌人 中导于先不能自好回复 是同伴 女子就请求帮他结束生命 中导信心就担任借错了 完成女子最后的心愿 也流下了眼泪 惠金包围战在维持一个月后 终究无力抵抗降下了白起 1868年11月6日 这场无尽探袭的战争落下了帷幕 惠金房的13人数约3000人 而据说在城下自杀的人超过230人 前房主松平隆堡在账号本应该是死罪 但惠金纵称极地向新政府请求宽恕房主 改由一名家劳来顶税 松平隆堡则与杨芝席一同被永久软件 1872年特色解除软件并赋予官职 后来于1893年因肺炎而过世 在惠金战争爆发前夕 西县龙圣与圣海州达成共识 将政权移转 让江户开城 也就是著名的江户无邪开城 三子的遗憾就是在这里 未长一战就迎来结束 如果德川信息坚持打到底 那为玉亭方众一行人 或许就有机会参与到后来的惠金战争 因为动画只有稍微说到 小惠的家人投入惠金战争后仍旧失踪了 所以特别用了比较长的篇幅 我大致说一下惠金战争 神剑中有一个角色 其实也有参与在这场战争 就是咱们的人生栏灾腾一 关于他的事迹 也许等到新版动画做到后 会再做一次相关的影片 那么本集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掰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